第十四集我们来探讨达摩祖师与梁武帝对谈中 我们能学到什么佛理 让我们先来看看两人对话的影片 记得要按订阅 有需要达摩祖师专的影片连结 请留言赋于mail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风吹凌冬 依我看是皇上的心在动 大师所言极有道理 不枉朕跟你相见异常 贫僧身在远方 早闻梁朝君主有菩萨皇帝之称 我随航海而来也是为了广传佛法 你来得真是好 自朕登基以来修佛寺造佛像 抄写经卷供养僧侣无数 敢问大师真有何功德 无功无德 这好比随行的影子 说是有实际上却是没有 那么做什么样的事才算有功德呢 洁净圆满的得道者才算有 这种功德世上是求不到的 请问大师这世上有没有佛呢 没有 身为僧人你可知道你自己是谁吗 不知道 真是话不投机 来人 送客 看完影片 我先整理影片中的对话 第一段 梁武帝看到风铃铃声响起 说道 风吹灵动 祖师回答 是皇上的心在动 我觉得祖师是在告诉皇帝 万事万物为心在作用 学佛重在修心 第二段 梁武帝说 我修佛寺 造佛像 抄写经书 供养僧侣 有何功德呢 祖师回答 无功无德 这好比随行的影子 说是有实际上是没有 梁武帝问 做什么事才有功德呢 祖师回答 洁净圆满的得道者才有 这种功德 世上是求不到的 在这一段中 我有几点心得 一 祖师以无功德 破除梁武帝的贪念 四行中的无所求行 就是要修掉自己贪求的心 二 不得而自的 说无功德 却仍有福德 修行人 就是要修自己的心 不求不住相 三 福德与功德是不同的 福德是自己今世所用或遗留子孙 功德是灵所拥有的 其实皇帝所做的事只能说是积了很多福德 而非功德 功德是要帮别人修到有成才算是功德 也就是要助人成为洁净圆满的得道者才算是有功德 有了功德才能还清前世欠下冤亲债主所累积的业障成员 才能圆满经世此身 才能使自己的心洁净没有尘埃 得到回归神仙佛的本位 所以要积功德是很难的 不是用一些世间人的方法可以得到的 第三段 梁武帝问 这世上有佛吗 祖师回答 没有 心中无佛当然看不到佛 问出这个问题 只是想以佛经的表面毅力来考验别人而已 回答什么都很难让皇帝明白 不如不说 第四段 梁武帝问 身为僧人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祖师回答 不知道 关于这一段我有两点心得 一 未曾生我谁是我 生我之时我是谁 现在的我还活着 当然不知我是谁了 二 达摩祖师是已经悟道之人 不知道自己是谁就是已到无我境界 无我 就是几经放下了我值 不会因为红尘中的万事万物而影响了自心 也没有了贪嗔痴慢疑五毒的习性 记得要按订阅 有需要达摩祖师专的影片连结 请留言赋于妹了 从以上的四段对话 达摩祖师应该是感受到梁朝上下 都只是表面学佛 而非重新修行 风气 风气尚未形成 改变困难 所以渡江北上 寻求机缘 但是看起来因缘尚未具足 只好到少林寺坐禅九年 您的方式